故事发生在1965年 那蒙古黄阳滩地区的村里 有一户范姓人家 家里有一儿一女 大儿子娶了一个陕西媳妇 小媳妇父母早亡 一直和哥哥嫂子住 她脾气特别和顺 女知青们都和她挺要好 小夫妻婚后感情一直很好 就是很久都没有怀上孩子 婆嫁因此很嫌弃媳妇 婆婆和未嫁的小姑子总是指桑骂怀 在生活上也虐待这个媳妇 让她吃家里剩下的饭菜 常年不给做一件新衣服 小媳妇是外地人 为人特别老实 从不敢顶嘴 一直任劳任怨 过了几年 小姑子要出嫁了 婆婆对媳妇说 你是个不吉利的人 不要参加我女儿的婚礼 在当地的民俗中 这绝对是对小媳妇极大的侮辱 这个媳妇实在是太难过了 在愤恨中喝了毒药 她从自己的屋子 一直爬到了婆婆的房门前才断气 婆婆害怕了 就请了个巫婆来看 巫婆说 媳妇是小人 入恋后必须将她手脚 用铁钉钉上 胸口处压上重石 让她永世不能翻身 否则全家都会有麻烦 他们相信了 就找了打钉子的王铁匠 还有一个叫马金明的来帮忙 他俩一起用钉子 钉在了死者手脚上面 找了个小墨排鸭 在她胸口上面 然后草草 把她埋在了一个土城墙下面 后来 小媳妇的哥哥 嫂子来了 问自己的妹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范家人 支支吾吾 也说不上来 哥哥嫂子是外地人 也没有文化 虽然怀疑妹子死得不明不白 可也拿他们没办法 范家赔了些钱 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俗话说 路见不凭有人产 周围有人了解情况 便找到了范家人 要求这家大儿子去医院做检查 一定要给死者一个说法 不能让他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检查结果太出人意料了 这家的大儿子有死经症 所以两夫妻才一直没有孩子 小媳妇这模多年所受的精神辱骂 生活虐待和林中所受的屈辱 全是冤枉的 等于是被这家人逼死了 范家人做的事在当地引起了公愤 报应很快就来了 没过几天 范家的婆婆和公共 突然都同时得了半身不随 一人左半身 一人右半身 老两口一起中讽了 哪有这么巧的事 入恋时参与打钉子的王铁匠 每天夜不能眠 他对别人说 每天晚上都有个披头散发 没有下巴的女人在他家敲盆砸碗 王铁匠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 就回了老家湖南 不久就听说他上山砍柴时摔死了 另一个参与者马金明 原来能吃能睡 身体健壮如牛 突然吃不下东西了 到医院一检查 晚期肝癌 莫多久也死了 小姑子听说父母半身不随后 坐车来看望老人 在路上出车祸被撞死了 没过多久 范家就只剩下了大儿子一个人 他深知是自己的原因 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悔恨早末去做检查 害死了媳妇 他请人重新安葬媳妇的遗体 将铁钉去掉 末盘拿掉 读了这则故事 我对因果报应更加深信不疑 素材源于网络 事理发人深思 因为没生孩子 婆婆就稀里糊涂地将不遇责任 全部推到儿媳妇身上 对儿媳妇 生前是无穷地羞辱与虐待 逼死人命 人死之后还听信迷信 对他的遗体做出这等天理不容的事 人在做 天在看 这样的恶行 感召相应的夜报 也是顺乎因果法则的事 有人怀疑是小媳妇冤魂在报复 实际是夜报所致 据《月威草堂》笔记中有一则 附体事件中记载 正常人的身上都有一股炽烈如火的阳气 鬼道众生根本进不了身 若人为恶太甚 阳气衰弱到了极点 就像失去了免疫能力的人一样 冤鬼才能接近 业力使然 即使没有冤魂不散 也有天灾人祸 所以说因果报应不虚 可以肯定的是 巫婆迟早也是要遭报应的 民间所谓的通灵人士 自己多半下场悲惨 家族衰败 给人出馊主意 动不动让人杀生祭祀 忘说什么夫妻八字不合 父子不合 差人姻缘 破人人伦 收了钱就不问情有 画福做法事 众生无缘不惧 无恩不惠 无债不来 鬼神治病的人 多半是冤亲债主的报复 这如同两个人打架 通灵的人收了钱 就帮一方打跑另一方 或杀死另一方 哪能不遭报应 佛法讲冤亲平等 如法忏悔罪业 将念佛诵经的功德回 向给冤主债主 祈求佛力加持 化解夙愿 达成和解 这样的做法 才是让病人 冤亲债主及助人者三方 都受益的解决方法 光绪年间的故事 一位江苏的贾先生 在上海租界一洋行工作 深得老板信任 端午节前 老板派他去城南 一带收欠款 他带上提袋子 就出发了 事情进展还算顺利 到中午 共收得银杨一千八百多块 贾先生走了半天 说了半天 早已口前舌躁 疲惫不堪 正好来到十六铺的茶楼 进去匆忙喝了点茶 就急忙赶回去交差 以便好好休息一下 贾先生回到商行 才发现皮带子不屑了 顿时如雷轰顶 大汗淋漓 吓猛了 慌乱中更加说不清到不明 老板看他神色慌张 张口结舌 语无伦次 认为其中有诈 于是历生斥责他辜负了东家的信任 并说如不赶快归还就送他见官 一千八百多银元 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如果不乱花 足够一个人用一辈子 贾先生又如何赔得起呢 责任重大 又有口难辩 感到这辈子完了 绝望地大哭起来 划分两头 并有一位浦东人 姓义也在租借从商 因运气不好 赔了个精光 于是买好了那天五间的船票 准备渡江回乡 因为离上船时间还早 也来到十六铺茶楼 想慢慢喝着茶来消磨这段时光 也好考虑一下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恰好是在贾先生刚匆匆离去 石翼先生就到了 翼先生刚坐下 发现身边的椅子上有个小皮带子 也没多家里会 慢慢喝起茶来 许久仍不见 有人来取 翼先生疑惑起来 提了体感觉沉重 打开一看 他眼珠子差点没精地掉出来 竟然全是光闪闪的银元 翼先生惊喜交加 这可真是一笔大财呀 他不但可以改变自己目前的穷困潦倒状态 而且后半生一时也有余了 但他又转念一想 不行 钱财是个有其主的 这钱我不能要 要是因为我把钱拿走了 施主因此而丧失名誉 甚至失掉性命 我的罪孽可就左大了 那个年代 一般正经人都知道 不义之财不能取的道理 翼先生心想 既然今天让我拾到了这些钱财 我就应该尽到责任 物归原主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茶楼的客人只剩了八九个 看他们的神色 没有一个像是丢了钱的 只好饿着肚子等下去 一直等到掌灯的时分 查客都回家去了 只剩了一先生一人 他仍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过往的人 突然 他看到一个人面色惨白 亮亮呛呛地朝这里奔来 来人正是贾先生 后面还跟着两个人 一进茶楼 贾先生就指着这个茶桌 对那两人说 就是那里 我当时就是坐在那里的 三人静止向翼先生桌子走来 翼先生看得出他们就是施主 笑着对贾先生说 你们掉了钱贷吗 贾先生不可置信地盯着他一个劲的点头 我等你们很久了 翼先生说住拿出那个皮袋子给他们看 贾先生感激地浑身颤抖 说 您真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啊 没有您 我今晚就要上吊了 原来 贾先生发现钱丢了时 就想返回去沿途找一遍 虽然能找回的希望渺茫 但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可是主人怕他潜逃 不准他出门 他费尽口舌说了半天 主人才叫两人陪他出来寻找 还嘱咐陪人务必把他带回去 二人互报姓名后 贾先生要以五分之一作为酬谢 翼先生坚决不要 又改为十分之一 翼先生还是不要 再改为百分之一 翼先生生气了 言辞拒绝 贾先生不知如何酬谢才好 于是说 那我请您喝酒 好吗 翼先生仍然坚决推辞 最后 贾先生说 不谢我心怎安 明天早晨在下在某某酒楼恭候 恳请恩公大驾光临 不见不散 说罢一一 掉头走了 第二天早晨 翼先生居然来了 贾先生正要失礼再谢 翼先生却抢先道谢 说 多亏您昨天丢了钱 让我捡回了一条命 贾先生一头雾水 正带细问 翼先生接着说 我昨天原定渡江回乡的 已经买好了五间一点钟的船票 因为等您来取钱把船耽误了 回到住处得知 那条船行驶到半途被急浪打翻 船中二十三人全都淹死了 我如果上了那船 岂不也一命归息了 是您救了我的命啊 说罢再败 两人互相感激的一塌糊涂 周围的客人们听了都嘖嘖称奇 纷纷举杯向他二人祝贺 说一先生一桩善举挽救了两条人命 故事到此还末结束 贾先生三人回去后 把事情一说 老板也十分惊奇 感慨地说 这么好的人真是难找啊 非要献见义先生不可 结果两人见面后非常投缘 经过一番长谈后 老板极力挽留义先生 并高薪聘请他主管账目 几个月后 老板就招义先生当了上门女婿 再以后干脆把生意全交给了他打理 老板极力挽救了